大家好 升旗易得讀 今天是2024年3月5日 今天是星期二 農曆年 甲晨年 也來到正月25 今天 是24節氣之一來的 今天是經質 香港是要打小癮的 以前香港有傳統 就是要在經質 在鵝頸橋打小癮的 由於現在 香港 是一片 在白色恐怖之中 所以跟政治敏感相關 的打小癮行動 就是徹底被熄滅 真的應該考慮一下在外國 例如英國 加拿大這些地方 香港人真的應該考慮重啟 是打小癮的 好 這節我們回來跟大家 鏡頭一轉 講一講 世界發生的大事 這個是鏡頭一轉 到了美國 美國剛剛在 大概八九個小時前 有最新關於美國總統大選 的消息出來了 這個是 跟美國總統選舉有關 正正 是特朗普 特朗普早前 被科羅拉多州 的法院禁止他 參選美國總統 這件事 是上訴至美國最高法院 而特朗普 也在最高法院勝訴的 我們也要在這節 跟大家繼續詳細說特朗普 我們繼續詳細說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繼續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目 痛擊立時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是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各位 記得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大家真的要做啦 請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再播放 就是這麼簡單 請各位真的要 幫忙支持 經濟能力許可的聽眾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我們仍然需要大家幫助 那麼快 就過了四年了 整個世界的大勢真的改變了很多 這一節我們也 先不評論 特朗普 在國際關係上的問題 我這裡也真的要再重申 其實我對於 特朗普 是否支持他的問題 其實真的 我沒有一個 好 最後的決定 其實 不過這個說的是我個人 我心目中 其實我仍然 都很喜歡特朗普 也都很希望特朗普 可以 跟全世界站在同一陣線 不過 以我們對特朗普的理解 他也沒有可能 輕易改變他對外的立場 所以是一個大問題 說回美國的情況 美國 是對特朗普有著種種的不公義 包括 限制他參選 而且 更加在國會 所謂暴動案裏面 是要將他主死的 我們徹底同意 徹底明白 他是受盡很多的迫害 而且全部 都是一些不公義的事情 這些我們全部都同意的 所以特朗普 最新 在美國的最高法院 上訴成功 將科羅拉多州 的法院 禁止他 參選 的決定退發 這件事 仍然是恭喜他 恭喜他是很簡單的原因 理論上任何人 應該 不是可以參選 只要他符合資格 而不應該 受到政治迫害 這個權利 是永遠我們都捍衛的 由於可能時代革命過得太久了 可能開始 很多人開始對民主自由 信仰 和價值觀 是下降的 可能很多人說 不是呀 我沒有下降 如果我不提醒你 你就可能有些東西會忘記 跟你 讀書考試一樣 太久沒有溫習 就是這樣的了 雖然你覺得 有人提醒你的時候 你可能說我其實記得很清楚 但是 總是 現在 大家都觀察到 整個香港人 的群體 氣氛 就是對政治 信念 是非常之淡 這個 應該不用我講了 其實大家應該都觀察到 說回特朗普 特朗普的選舉 他這屆 目前仍然未形成 好像四年前的那種 氣氛 雖然有很多人仍然支持特朗普 但是特朗普似乎 暫時現在這一刻 我們還沒有觀察到 他有四年前競選的那種氣勢 當然他四年前 是總統 一定 視線更加聚焦 如果說回八年之前 八年之前 特朗普的選舉 當時也是氣勢磅磅的 但是目前 暫時也還未出現 因為其實整個美國 都是陷入了 一個極度撕裂的狀態 以我們所知 我們也有很多美國朋友 其實美國人對於 政治 那個 那個 藍紅 即是共和黨和民主黨 他們之間的鬥爭 也真的到了水火不容 尤其是 關於特朗普的問題 他們的那種撕裂 不見得 是比香港 2019年的黃藍溫和的 其實他們那種 對抗 和敵對意識已經上升到 意識形態 即是說 特朗普的支持者 就算 因為任何原因 不支持特朗普 這班人 絕對不可能 把他們手上的票 交給拜登 寧願射到海 也不會 給拜登 好了 回到 民主黨那邊的支持者 討厭特朗普的人 無論 他把票丟到垃圾桶 丟到海 還是拿炸藥炸了 他也不會把那張票給特朗普 美國就是到了一個這樣的狀態 所以 很可惜的是 我相信特朗普 對中國大陸的立場 應該 是足夠強硬的 但是無奈地 特朗普 在其他的國際問題上 就出了很多大問題 所以我們有時說特朗普問題 我們應該稍微抽身一點 從一個 政治評論和分析的角度去討論 不要先問我 支持特朗普 我們可以預計如果特朗普 是有機會做總統的話 最低限度 是會使得有一個國家 感覺到自己是得益的 那個國家 正正 是俄羅斯 俄羅斯差不多 是目前全世界 獨裁者裏面 是最想 是特朗普贏的人 因為拜登政府基本上就是對 俄羅斯 是相當強硬 而且 是不斷提供武器給烏克 普京很不容易撐住了兩年 俄羅斯 經歷了政變 差點崩潰 其實 普京是差點倒台的 你說 我就算 當特朗普說要對付俄羅斯 在普京眼中 肯定覺得如果換走了民主黨政府 對他來說 是 輸了一口氣的 更何況現實就是 整個 共和黨 還有特朗普 擺出來的姿態對俄羅斯 就是非常之放軟手腳 不單止對俄羅斯的取態 非常之放軟手腳 更加對北約的盟友 構成很大的信心危機 現在歐洲其實很多國家 真的 在衡量 假如美國總統大選出現變數 例如 民主黨被變天 他們真的要有Plan B 因為 歐洲的國家真的覺得 是會被 俄羅斯為所欲為 有人可能會覺得 尤其是我知道一定有香港的朋友會這樣想 到時是不是亂一點會更加好呢 會不會對整個世界 對準中共和俄羅斯的抗爭 可能會更加凝聚 理論上是 但是 但是 如果我們將 將人命 當成了政治的計算 你上面的推測 是有人命代價的 這個就是現代的 世界 我們說的 普世價值 是不容許的事情 即是說我們沒有可能為了自己的政治盤算 是容許人命傷亡 因為這種做法 正正在歷史上無數的政權 無數的國家 無數的獨裁者 最喜歡做的事情 所以這個其實是道德底線來的 如果你說把這件事暫時放下 我們真的可以大膽推測 世界的局勢 可能 是會亂作一團 機會相當 相當之高 所以 到底要怎麼取態 這個世界有時候真的很複雜 真的不是三言兩願 就是港月 我們今節和大家暫時討論到這裏 全新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基本法23條 立法 基本法 第23條 立法的 大家記得 如果保障你們的 個人私隱和網絡安全方面 你們可以選購我們的VPN 謝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 聯絡 谢谢观看